今天雨姐又带您课堂了 长月静明断根三天 相信很多人已经等不及了 小编给大家带来他们的花絮 所谓戏里哭泣泣 戏外笑嘻嘻 这样搞笑又高甜的花絮片段 你一定不要错过 长月静明中 罗云熙饰演魔尊 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 而白鹿则为了拯救三界 启动了神器 回到了500年前 想要阻止当时还只是个凡人的罗云熙 成为魔神 这一穿越也让她成了普通人 与罗云熙一起上演了一段三生三世 剪不断理还乱得虐恋 两位主演在宣传中配合默契 分享拍摄花絮的同时 也展现了自己的幽默风采 花絮片段一 小学生斗嘴 视频中 白鹿和罗云熙在片场 像小学生一样互怼 不时地打趣对方 逗乐了周围的工作人员 两人的感情显然非常好 不仅互动频繁 还经常互相调侃 比如在一次拍摄中 罗云熙对白鹿说 你这个表情很像我小时候 白鹿立刻反驳 你小时候就这么丑 罗云熙也不甘示弱 你小时候就这么美 两人的对话让人忍俊不禁 花絮片段二 对戏勾头发 罗云熙在扶白鹿的过程中 谁料二人的头发却勾在了一起 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帮忙 谁料半天都解不开 这哪里是勾的头发丝呀 这简直是弹台劲的情思呀 直到过了整整五分钟以后 俩人的头发才解开 白鹿忍不住吐槽 头套都要掉了 如是重负的罗云熙笑着说 汗都出来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并不 换了一个场景 两人的头发竟然又一次勾到了一起 俩人大喊救命 罗云熙打去道 快来拯救我们 白鹿的脑袋一动也不能动 勾得紧紧的 表情包都出来了 工作人员又是一顿忙活 可算把二人给解开了 白鹿还贴心的为罗云熙整理头发 简直填进了大家的心里 网友们纷纷表示 太甜了太甜了 不知道这个花絮有没有甜到你呢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结发夫妻吗 花絮片段3 合体扫楼 4月12号两人也齐齐现身扫楼 当天白鹿身穿 露肩蓝色毛衣 搭配黑色短裙 整个人白到发光 不愧是称之为牛奶皮肤白梦颜 而罗云熙则则是衬衫加牛仔衣 少年感十足 两人这次合体营业 也是让现场的工作人员与粉丝激动不已 真的是太扬眼了 接受采访时 白鹿现场用方言表白罗云熙 双方甜蜜互动 一度逗笑了很多粉丝 两人也忍不住笑场 视频中 罗云熙用四川话叫白鹿 老妹显得十分的亲密和可爱 这组扫楼的无聊 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罗云熙和白鹿太甜了吧 我要融化了 老妹好对位呀 这是要上演四川版仙侠吗 活动现场 两人也被安排了不少的任务 当然都是和长岳静明这部戏有关的 比方让两人重现剧中的名场面 两人合唱剧中的OST 还考验两人的默契 包括快问快答 说出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 或是分享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等等 白鹿和罗云熙两人不愧是耳大 全程默契很足 而且毫不拘束 时不时还会交头接耳 说悄悄话 整得边上旁若无人一样 相处十分自然 也不会去刻意避险什么的 就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罗云熙饰演的几个角色 皆是外表冷冰冰的人设 但是现实中的罗云熙 实际话很多 遇上白鹿话就更多了 而且还是个搞笑男 现场还抱怨说 大家知道我在拍摄的时候有多难了吧 一指白鹿太搞笑 总惹得他笑场 其实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白鹿就是个搞笑女 之前拍摄周深如故的时候 也把人家轮斗得不行 从现场气氛来看 白鹿和罗云熙 属于那种无话不说的朋友关系 当然也非常好刻 能看得出 罗云熙很照顾白鹿 为此 不少网友还喊话 白鹿的绯闻男友张灵鹤 并跑到他账号下面留言 说让他将白鹿让给罗云熙 毕竟老罗已经三十多岁了 而张云鹤还年轻 不得不说 这界网友真的很损啊 是在哪呢 坐下坐下 这是 华芸片段四 直播变装 罗云熙透露 自己其实超爱唱歌 而白鹿则在直播中 穿上了棒金装 呼应角色的人设 相当搞笑 说到这里 也不由得想起 两人的第一搭 半是蜜糖半是伤 开播第一集 就给了观众福利 男女主角吻起来了 让人看得心情澎湃 随着剧情的深入 也为了吸引观众 片方还放出了 白鹿与罗云熙的 超长吻戏花絮 可谓是使出了杀手锏 两人是真琴 并没有使用错位等拍戏手法 都是自己亲自上阵 而且还涉及到 脱衣等大尺度动作 简直让人过足了瘾 而且吻完以后 当时白鹿的表情 也比较的羞涩 可以说用面红耳赤 这四个字形容最为贴切 她在看摄像机的时候 也一直捂住镜头 不让在场的 其他人员看到画面 虽然罗云熙是一个男生 但是她的脸皮也非常薄 她没有白鹿这么大胆 拍完之后就非常害羞 也不好意思去看 拍摄后的画面 真的没想到 罗云熙是一个 如此容易害羞的男演员 之前拍仙侠剧 招摇的时候 白鹿和许凯 也有一段吻戏 两人同样没有使用错位 而是自己亲自上场 两人亲的天昏地暗 吻完之后 白鹿的口红 沾满了许凯嘴角 看起来就像用力过猛 造成的结果一样 这一次 白鹿也是一笑而过 即使现场 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观看 她也没有感到一丝的别扭 反而还很高兴 因为那条拍摄过了 罗云熙和白鹿 都是青春偶像领域中 备受瞩目的人物 尽管两人之前 没有太多的合作经历 但是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两人似乎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脸上充满了笑容 充满了生机 这让人们不禁想象 如果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会是多么的美好啊 然而在网上 有不少网友 对于罗云熙和白鹿的关系 进行了不同的猜测 有些人认为 两人之间的互动很甜蜜 看上去十分有爱 也有人则认为 两人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互动罢了 没必要过度解读 毕竟科技社会下 这种形式的互动 也是非常常见的 不得不说 白鹿这波真的赢麻了 飞升一线尽在咫尺 被称为男神收割机的白鹿 被余正一眼相中 资源好的豹不说 搭档的男演员 个个都是顶流 最让人要命的是 他居然把CP 最后都变成了兄弟 白鹿如今有多火呢 可以说 他得一哭一笑 都牵动了千万粉丝的心跳与脉搏 这是周深如故 全季以来最揪心的名场面 白鹿凭借一场哭戏 一度封神 而又有多少观众 是被这场哭戏圈粉 他在剧中有30场哭戏 每一场哭戏都处理的特别不一样 让人供情 事后拍摄完 回到房车上还在哭 让人特别揪心 特别心疼 阿娘 他不会模反 不会模反 他的演技也给他带来 不少好的资源 据悉 宁安如梦 也将在四月底被抬上来 而且该剧的宣传力度 也不输长月记名 况且还安排了剧宗 显然也是奔着爆款去的 相信等到作品播出以后 一众网友也会死磕 百年好喝着对CP 4月14号起 白露的综艺节目 奔跑吧 也会播出先导片 正片会在21号正式跟大家见面 月底白露也会进新组 她这波曝光度 可比顶流女明星还大 其实大家磕CP 在所难免 但是还是不要上升真人的好 演员的本职工作就是演戏 既然能让大家磕上头 就说明他们演技不错 至于私人生活 还是要跟作品区分开来才好呀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